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20号8个国家的27艘军舰 19架飞机和约2000名军人 集结在黑海海域 参加由美国和乌克兰联合主导的 海上威风2020联合军演 参演的8个国家分别是 乌克兰 美国 土耳其 西班牙 格鲁吉亚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挪威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 这8个参演国家合围着黑海西海岸 将俄罗斯西南方向的战略空圈 几乎完全围住 面对美国在边境上的不断施压 俄罗斯选择正面硬扛 俄黑海舰队司令克罗廖夫表示 此次八国联合军演极具挑衅意味 俄黑海舰队不得不做出一系列部署 除了将派遣四艘舰船 五架飞机组成编队 实施全程监视跟踪外 俄方也将加强黑海舰队的实力 另据俄罗斯媒体22号 援引国家国防管理中心的声明报道说 俄黑海舰队会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 对参加海上威风2020多国联合军演的 北约军舰及军机实施监视 另据该中心发表的一份声明 俄罗斯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雷达 22号分别在黑海上空 发现美国P-8A海神巡逻机和URS侦察机 在波罗的海上空发现德国P-3C猎户座侦察机 俄军战机分别对其进行半飞 俄罗斯领空未受侵犯